OK了 好 哈囉 Honda粉絲團的各位車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KT的衛經理要跟大家來介紹的車款 是Honda的Fit 那這一代的話 因為台灣沒有一代 有的人會把它撐一代 可是這一台其實它是G1 它是算是國際上的二代 那這一款車是小車的設計 所以KT的話在彈簧或者是一些設定上 也都是比較偏向一個小車的設計 像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前面正常來說會有一個上座 但是這台車是要原廠就沒有上座 像是Swift或者Fit 它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軸層跟橡皮的結構夾起來而已 並沒有上座的設計 所以它的一些零件 是需要沿用原廠的零件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上面的話它會有一個軸層 待會的話已經 師傅已經拆下來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它原廠一些零件 一層外面有人 這個是前面原廠的避震器 它上座的部分已經拆掉了 上座的話這裡會有一個軸層 還有一個橡皮 那這個軸層 Fit這個世代的軸層 是德製的 所以它的品質非常的好 像這一款車已經大概快十年的車齡了 可是它的軸層的品項 拆下來之後還都還可以繼續再沿用 里程數的話大概十來萬公里 狀況都還OK 但是它上方有一個橡皮 橡皮的話它是有壽命的 因為壽力時間久了之後它可能會壓扁 那壓扁之後車高會變得比較低矮 低矮之後前輪的camper角度 就會變得比較趴 就比較有可能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它的前面的一個上座走層是還OK 但橡皮的話呢就得要小心一下 如果有變形幅度比較大的話 就建議在改裝或者是維修的時候 以便把它拆換掉 像前面的話 離載串是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但是為什麼會把它拆下來 因為這台車的前面的離載串 已經有壞掉了 這個是左邊 左邊的話也差不多快壞 右邊損壞的比較嚴重 可是從鏡頭當中應該不太有辦法收音 像這個是右邊前面的壞的還蠻嚴重的 這個在行駛間 正常來說它有一個頸度 一個磅數固定的頸度 但這個已經損壞了 而且這個已經有間隙感了 所以這個是離載串 當這個有間隙感之後 路面不平的回饋感 會回饋到避震器上面 會誤會以為是避震器壞掉 但這個離載串也是很正常的消耗品 這個是原廠的喔 原廠的話它的 來 這個是 這裡也有NOK的LOGO 我來找一下 好 這個應該太近了應該對不到腳吧 這個有一個NOK的LOGO 這個呢 也是原廠很棒的原廠零配件 也有辦法使用十來萬公里 所以它的品質也都相當的不錯 但這個就是有一場的時候 在拆裝底盤的同時 計時的話就會憑藉著經驗 然後幫車友來檢查看看 像昨天的話 有一台其他的車款 Artis 一來的時候也發現它的 防輕感 這個離載串 下方就是連接防輕感 那防輕感有兩顆固定的橡皮 是固定在下單上面 那個的話它夾得太緊 所以防輕感在扭動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橡皮的磨砂聲 那這個都是需要做保養跟潤滑 那這個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這個沒有辦法維修 這個的話就直接太緩 意思的話都不貴 大概幾百塊就搞定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原廠的 上橡皮的部分 上橡皮的部分 不需要沿用 上橡皮的話KT就有附一個橡皮 所以上橡皮的話是可以把它拆掉 下橡皮的話就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是後方的桶聲 那這款車後方的懸吊系統 是拖一臂 所以拖一臂它的阻尼會比多連感 什麼是多連感 像CIVIC的8代 CIVIC的9代 後方就是多連感 它的阻尼值就會比較重一點點 這個拖一臂它的阻尼值就會比較輕 那當然不同的拖一臂設計 像是HONDA的經典性能車 FK8 Type-R CIVIC的10代Type-R 它的阻尼 它的懸吊系統 一樣是拖一臂 可是它的阻尼 絕對會比這個還要來的重很多 像這個的話 應該也是時間久了 有一點裂化 所以它的阻尼的話就相當的軟 這個原廠邊緣器的話 這個是台灣開發製造的 這是開發製造 之前的話有介紹過的都是 像之前的原廠的RAV4 還有Artist 好像都是日製的 這個是台灣也是上市公司開發製造的 那品質都還不錯 那我們來介紹 後方已經安裝上KT的樣子 車友的話也有改裝了17吋的輪胎跟鋁圈 這個是205-4017的規格 它的直徑會比原廠155的16吋的一個扁面比 還要稍微來的小一點點 所以改裝之後的車高會誤以為變高 因為它的直徑變小 輪胎上緣到葉子板的距離會變大 但其實不是車高變高 是它的輪胎的直徑已經變小了 那這個是KT後方的一個結構設計 這台車所有要介紹的重點就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這台車在安裝的時候 它後方彈簧的預載 是所有這台車在改裝避震器時候安裝的重點 那如果沒有安裝好的話 即便再放的避震器 也都沒有辦法調整得很OK 所以這台車不論是不是裝KT的 或者是裝其他品牌 所有的安裝重點就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後方彈簧的預載 千萬不能做得太多 那所謂後方彈簧的預載 像這條彈簧它的自由長度是190mm 假設它是19公分好了 那我們彈簧在安裝好的時候 現在輪胎是離地的嘛 這條彈簧啊 預載值就只有3mm 不是3公分 所以這個是3-5mm 了不起壓到5mm左右就剛剛好 千萬不能把桶聲說得太短 把彈簧壓縮過多 那一定會不好做 這個是經理要特別特別提醒專業的技師呢 要特別在這一台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那這一條彈簧的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一個調整機構就是來調整車高的 如果要比較高 我們把這個調整機構拉得比較長 如果要比較低的話 這個調整機構的這個距離會縮得比較短 所以彈簧加上調整機構整體的長短度 就是來取決這一台的車高 那這個後方的桶聲 它調長車高不會改變 調短也不會 這個後方的桶聲啊 它如果縮得短 它就是彈簧壓得比較緊 所以這個桶聲的調整 絕對不能縮得太短 不能壓縮彈簧過多 那這個有附一個加長的防塵 它能夠對軸心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軸心上方 裡面也有一個 這個是白色的 它防止大幅載重 或者是有遇到大坑洞時候的觸底 所以這個是 保護軸心的一個緩衝饅頭 那這台車在 後續維修 對計時的話是很方便的 因為 畢特這個世代 或者是最比較新的GK 三代的話 它後方都有做一個維修孔 都有做一個維修孔 所以我們把這個維修孔 把它拉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個上座 裡面我們就插了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 往順時針的話 KT它的阻鈴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就會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軟硬 來達到車主想要的一個舒適度 所以KT的話 一共有30段的阻鈴 可以來做調整 這個是後面的介紹 那前面的話 這邊 前面在安裝上 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這個畢竟是小車 那小車的話 都會把 車室裡面的空間 加大 所以它的前檔玻璃 會往前延伸 座舱會前移 前移之後 避震器就等於是藏在 它前檔玻璃的下方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 需要把雨刷 還有雨刷連桿 還有雨刷馬達 全部的總層 把它拆掉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 避震器上部的這個結構 那一般來說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的 不論是CIVIC 或者是CRV也好 它的上座 都分別有三顆 或者是五顆螺絲 但這個是小車的設計 如果上座的話 在設計有螺絲的話 恐怕就會壓縮到它的 引擎室的空間 或者是車室裡面的空間 所以這樣的結構設計 是一個算是能節省空間的設計 小車的話一般都是這樣的設計 所以它並沒有上座 那這裡的話 調整主你的方式 就跟後方一樣很簡單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它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可以回饋給調整的車主 那調整的方式 順序就只有兩個而已 第一個 胎壓一定要先正確 像這個小車20540時期的輪胎 它的胎壓大概設定冷胎壓 大概32到33 這個冷胎壓並不是經理說了算 是日系車的話 我們把駕駛座的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都有 原廠都有貼一個貼紙 那這個貼紙的話 上面就會標示一個 胎壓的建議值 像這個胎壓的話 原廠大概31到33左右 就OK了 所以胎壓先調整正確之後 再來調整阻泥 那阻泥的話 左邊跟右邊對稱就可以了 前後的話 可以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好 那前面的一個部分 剛剛經理說的 離載算的部分就是這個機構 它有一邊是鎖在避震器上方 有一邊是鎖在下方的防傾桿 所以它這個連結機構 就是來讓抑制側傾 讓防傾桿能夠作動的比較順暢 所以這個機構 它是不斷的會 我們在轉方向盤 或者是有遇到路面不平的時候 它這個球頭機構會不斷的作動 所以它還是有壽命 當發現異常的時候 它可能一開始遇到坑洞 有可能30個坑洞 50個坑洞才偶爾有一升 但是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頻繁 越來越大聲 那就代表要該太換 所以這個離載算 也是屬於下耗品 那前面的話 這台車我們配置的彈簧 是配置5公斤 因為它1.5升的引擎 車重的話 其實大概1000公斤左右 所以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5公斤 那在車高調整的部分 前面的話 比較簡單 如果我們把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懸吊系統叫麥花層 它的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路面不平整的西部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要得負責旋轉 所以它會比後方的避震器 還要來得比較辛苦 那調整的方式 車高的調整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懸鬆 懸鬆之後 整體的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縮短的話 車高就變低 以這台車FIT的G1 或者是三代的GK來說 KT的最高 大概比原廠 低個半指幅左右 那最低的話 有辦法 大概有辦法輪胎跟S板 幾乎已經到達快切齊的程度 所以這台車 能調高 跟調低的範圍 算是蠻寬的 而且KT這樣的設計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 去改變車高 所以當車高的調整高或低 它開起來的乘坐感覺 是一致的 不會因為我調高了 我把彈簧壓縮緊了 然後車高就變高 那就變硬 所以並不是靠這樣的方式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範圍比較大 那調高調低的乘坐感覺 也差不了多招 但是畢竟 車子的重心 越低 它的操控感覺一定是越好 所以 車高降低之後的穩定度 當然就會比較好 那這個的 G1跟GK的FIT 它前面的一個下座 分別有一些 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的固定座 這些都是一個專車專用的規格 都有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那在KT的用料上面 像裡面填充的阻尼油 我們是使用義大利一整桶 這個油桶 大油桶 200L從義大利進口 來台灣的一個油品 所以它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雖然單價不是貴個5%、10% 是貴了兩倍或三倍 可是它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在油風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更厲害了 FIT的話很多的車友 或者是CIVIC 很多的車友都會推崇的是 日本TIN的品牌 那這個品牌 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最棒的油風 日本NOK油風 那KT的話 也是使用這個品牌的油風 所以品質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KT這個品牌 本身在這裡 這個是台中的工廠 我們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並不是為其他人代工 或者是其他方式 所以我們的一個售後服的體系 相當的健全 像剛剛經理提到的 雖然主迷油用那麼好 油風用那麼棒 日後久了還是會劣化會損壞 那日後都是可以參丟 來做翻譯 我們都有這樣的售後服務 那KT的銷售體系也很健全 從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南區也有店家可以提供 車友們來做服務 或者是說車友們對避震器 這些介紹比較不了解的話 想要實車來試乘看看的話 那當然更歡迎 我們在北區的經銷 中區的經銷 台中的工廠 南區的店家 所有的通路 都有辦法提供試乘車 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車友們對這個KT的產品 有疑慮的話 很歡迎大家跟我們小編預約來試乘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很歡迎私訊我們 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介紹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掰掰